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FROAD。 国际规划之路,可能是FIBA篮球的终点。 为了在国际上,博得更好的排名,全球开始广泛使用规划球员,来补强短板。 亚洲球队,乐于使用规划球员,来增强自主进攻能力,欧洲的传统强队,也对合理的规划,来者不拒。 规划球员在国际上,已被广泛使用,欧洲法国队的篮球资源非常好,即便只使用戈贝尔,和富尼耶这样的法国球员, 他们仍能在欧洲,有不错的排名。 关于是否使用规划球员打球上,也有过争论。 比较知名的,就是帕克认为,只有在法国出身,有文化认同感的球员,才能代表法国篮球。 争论归争论,他们还是规划了卡麦隆的大中风恩比德、戈贝尔,没法实现的自主进攻能力,如果使用恩比德,法国队的内线进攻,会提升数个档次。 亚洲同样,亚洲比较典型的球队,就是全民篮球的国家,菲律宾。 在菲律宾,篮球联赛,有超高的关注度,但菲律宾的土球员的实力,在国际大赛中,很难再更进一步。 为了追求更快和更强,他们选择规划国际后卫,来分强球队的进攻火力。 小便自杀了一头,菲律宾,美国双国级球员,乔丹克拉克森,选择为菲律宾篮篮出战。 这一规划,显然起到了超预期的效果,在克拉克森出场的国际比赛上,克拉克森,完全扛起了菲律宾的进攻,得分能力强,花样多。